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寫著你想要當運動員 對不對 可是我發現你有一個額外的興趣是 平常休閒之外 或者是你這樣寫睡覺 平常沒時間睡覺 平常沒時間睡覺 好 真的 有時間有睡 那很好 那所以呢 我這邊就是希望 我們社裡面 希望帶給你們 一個不一樣的生活體驗 我們社裡面有很多的職業 譬如說像我們的社有來一個 一個福倫社呢 它原則上就是同一個職業的社有 可能除了就一個職業的社有 可能就是只有一兩會帶給你們 所以我們各行各業都有 那都可以幫助你們 就是會找到你們 他們可以就他們自己的職業 來給你們介紹 那好 現在的重點是 現在各行各業那麼的多 我們要怎麼樣找到我們自己的方向 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首先前面的第一階段 這幾個課老師要先帶你們 就是去探索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去探索我們自己的未來 要讓你們敢去夢想 可以嗎 然後再來第二個階段 我們就要開始回頭來 去看你們自己 就是學習手勢 學習手勢裡面那個鏡子 然後去看看 欸我自己擁有怎樣的優勢 那我不擅長是什麼 欸我擅長的是什麼 可能有些人是人際互動啊 或者是有些人很會算錢 很會記贈 對不對 那這就是他的專長 好 那我們把這些專長 能透過一個軟體 然後去搜尋專 你可能會攝取到 欸 match 到就是很多跟你相關 跟你興趣 或者是你專長相關的職業 OK 我們就這些職業 來看看說 欸這些職業可能需要 操取什麼樣的證照 或者是他可能需要 什麼樣的努力 那我們這裡面有這樣的資源的 我們就帶你來去 在第三階段來去參訪這些職業 那這所有的部分完全不需要你們負貝 而且會依你們方便的時間為主 OK嗎 好 那經過一二三階段完成之後呢 第四階段 我希望你去回頭去審視你整個過程 我覺得或許你會成為一個 因為你想感夢想 好嗎 對 所以就是給自己一點 給自己一點就是信心 那我們就歡迎第一位 我們會開始看看 誰會在這個舞台上改變命運 好不好 來 我們歡迎這一位學員登場 大家好 我是林欣沛 我來自台灣 這是我的法拉利 我是一個喜歡大校 樂愛美式旅行的女生 我曾經帶著我的法拉利 探訪過十個國家 我在京都穿上了和服 走在街頭上 我走過了曼谷的鐵軌 我從紐西蘭的雪山一躍得下 我潛入了波流的深海 我的人生就像一趟取換旅程 這一站我來到了北京 我要用我120公分的小身體 幫我拉出最大的力量 我現在去跟它們的總統 鼓咋頭 你會不會安心 你會不會安心 我會不會安排 你會不會安排 我會安排 你會不會安排 我會不會安排 你會不會安排 我會安排 你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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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第一眼看到 我覺得他還有機會再站起來 你覺得他會站起來嗎 不行 他這樣問你覺得他不會 我覺得站不起來贏 目前現在醫學科具的話 科技 來說應該是站不起來 我的第一眼就是 想到他為什麼會這樣 是出生就這樣還是生病 也會覺得他很可憐 希望他勇敢的走下去活下去 說不定有一天能成功站起來 跟大家一模一樣的可以好好走路 很真心的祝福他 我覺得不錯耶你有一個憐憫之心 你讓我感覺你的內容是很溫暖 覺得蠻好的 來瑞文換你了 我喔 嗯哼 只要讓我想一下 好再讓你想一下 你就就你就你所寫的想就好了 就覺得他在路上的話會覺得他是個障礙或是很麻煩的人 就是感覺 就是感覺沒什麼人會去想要跟他搭訕 說他關心他什麼的 就覺得他在那邊就感覺是個麻煩 需要麻煩別人 對需要麻煩的人 我也想要過去那邊 凱琪 會造成別人的困難 喔是 sorry 好凱琪換你了 就是會覺得 就是看到他覺得他應該會很樂觀 因為他說他喜歡笑 然後我想要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就會製造自己 不會那麼的樂觀 喔 ok 來 換你了親愛的怡貞 我 怡貞也喜歡笑 他就是他的外表 就是只有插在腿 所以他 他還能到處去 他外表看起來很正常 可是 下半身不能走路一定是對他是很大的傷痛 然後 他還能那麼的樂觀 然後還不因為他的腿 然後到處去玩 真的蠻厲害的 你怎麼知道他到處去玩 他剛剛不是很好 他剛剛有講 喔 okokok 好好好